今天我要为你介绍一本讲中国古代帝王的书 书名是《宋人宗共治时代》 你可能对宋人宗不太熟悉 其实这位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 他在位41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我跟你说说他的成绩 中国有四大发明 除了造纸术以外 其他三样都是宋人宗时期产生的 唐宋八大家宋朝有六位 他们都生活在宋人宗时代 再加上刘勇范仲淹 燕书司马光这些人 他们共同撑起了我们语文课本中 必备古诗文的半变天 这种人才的涌现程度 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第二个 除了语文课本以外 宋人宗也经常在各种文艺作品里打相拥 如果你喜欢听戏的话 可能听过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这儿的太子就是宋人宗 以及另外一场大戏 穆贵英率十二寡妇争稀 由于北宋缺少男性将领 为了抵抗西夏的入侵 穆贵英向皇帝请命出征 这位皇帝也是宋人宗 还有秦香莲和陈世美的故事 那位跟复兴汉陈世美成婚的公主 就是宋人宗的妹妹 除了这些啊 还有人做过推算 如果金庸小说里的乔峰真实存在的话 他活跃的时代就是宋人宗那会儿 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没想到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 竟然都跟这位没什么名气的宋人宗有关系 那为什么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 堂堂皇帝却不太被人关注呢 今天为你介绍的这本宋人宗想必会给你答案 这本书的作者吴沟是一位很出色的宋史作家 他写了好几本讲宋朝历史的书 比如有一本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 还拿下过CCTV2018年中国好书奖 而这本宋人宗呢是他最新的作品 那这本书和其他讲宋人宗的书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只看书的题目宋人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这本书的副标题共治时代给了我很多启发 它其实提供了一种重新神士北宋政治的视角 中国古代政治呢有这么一个现象 宋朝之前皇帝难做宋朝之后呢大臣难做 比如在唐朝大臣上朝可以与皇帝做而论道 到宋朝呢皇帝可以做但大臣只能站着 到明清大臣上朝就得下跪了 也就是说啊皇权在不断强化 大臣的权力呢在相对的弱化 不过在宋朝这个中间阶段里有个时期特别奇怪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宋人宗时期 吴沟老师认为当时的君臣关系 有点像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 也就是说呢宋朝的权力 不是被宋人宗一个人牢牢掌握的 而是君臣共同分享的 从表面看宋人宗无论是作为个人 还是作为一国之君 做事的时候呢总是要受到官僚史达夫的限制 但是啊也正是由于他万事不自由 才换来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璀璨 下面我们就分别从宋人宗的角度和官僚史达夫的角度来看一下 这个听起来有点另类的共治时代是怎么产生的 而这种政治模式对中国古代历史有什么影响 第一部分呢我们站在宋人宗的角度来看看 为什么会出现共治的局面 首先这和宋人宗的掌权过程有密切关系 我们先从一件非常有名的公案说起 狸猫换太子 文学作品里这样讲 宋人宗的父亲宋真宗直到晚年也没有儿子 于是呢他跟他的两位妃子李妃和刘妃说 谁先生下皇子就立谁为正宫皇后 结果李妃先一步生下了儿子 刘妃眼看着正宫做不成了 就趁着李妃产后昏迷 叫人拿了一只犁猫替换了婴儿 不明真相的宋真宗认为李妃生了妖孽 就把他打入冷宫 而刘妃呢随后生了儿子 顺理成章的成为皇后 他的儿子也被立为太子 不过啊 这位太子很快就夭折了 但是皇室不能没有后人啊 宋真宗就把他的堂哥八贤王的儿子过继给自己 这个孩子在不久后接了宋真宗的班 这就是宋仁宗 而刘皇后呢 也升格为刘太后 坐在小皇帝身后垂脸听着 看起来刘太后多年前 狸猫换太子的阴谋早就被人给忘了 但是明察秋毫的包拯接到安晴 他通过四处走访 一个惊天的秘密被爆出 原来当初被狸猫换掉的婴儿 并没有死去 而是被几位善良的宫女太监送出宫 悄悄留在八贤王的王府里抚养 你可能想到了 这个婴儿就是被过祭给宋真宗 并且成为当今皇帝的宋仁宗 刘太后眼看当年的阴谋败露 无地自容 于是白灵自尽 了却残生 这是个很多人都熟悉的段子 但是大部分情节呢 其实都是杜撰的 太子被雕包是假的 刘妃残害别的妃子也是假的 而包拯当上开封符影 那已经是刘太后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事儿 揭露刘太后的罪行 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是啊 在这个故事里 有三个信息基本属实 而且非常关键 第一 宋仁宗确实不是刘妃生的 仁宗的生母是位宫女 为皇帝生下皇子后呢 皇子被品级更高的妃子抱养 这在那个时代是合情合理的 第二 仁宗小小年纪继尾 他当皇帝的时候只有十二三岁 这也意味着在他成年之前 国家大事要有别人帮忙打理 紧接着第三条关键信息 刘妃或者说刘太后 确实是个性格强硬的人 他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 直到去世 宋仁宗才掌握实权 那这三条信息和宋仁宗时期 共治时代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先看仁宗被刘太后抚养这件事 刘太后对仁宗非常严格 司马光这样记载 仁宗小的时候呢 刘太后经常拿礼法那套东西吓唬他 不给他好脸色 即使仁宗当了皇帝 刘太后仍然里里外外管着他 这种环境下长大的人宗 性格温和大事小事不得不都尊奉母命 就拿选皇后的事情来说 仁宗到了结婚年龄 刘太后张罗着帮他选皇后 消息放出去 全国上上下下 不管是官宦人家还是普通平民 都带着女儿来到京城 仁宗挑来挑去呢 只看中两位姑娘 其中一位是四川富商之女王氏 长得很漂亮 但刘太后说 女儿家长得太好看 对年少的皇帝不好 于是棒打鸳鸯 转头就把这位漂亮的王氏 许配给了自己的侄子 仁宗还看中另外一位姑娘 张氏 张氏是将门之后 家庭出身很不错 但刘太后又说 官宦人家的女孩子当了皇后 他们家肯定会干涉朝政 不过仁宗特别喜欢这位张氏 他就请求太后 不让张氏当皇后 那给她个高点的名分可以吗 仁宗争来争去 刘太后却只让张氏当了个财人 在北宋的非平制度里 财人是倒数第二的 你说这刘太后 这边嫌平民人家不端庄 那边呢 嫌官宦人家会干政 那什么人家的女儿 才可以当皇后呢 别看这位刘太后管得宽 她的政治眼光很不错 刘太后说 为了皇家的体面和权力的安稳 应该从衰旧之门 也就是衰落的贵族之家挑选皇后 这样的话呢 皇后身份足够高贵 同时呢 也不用担心娘家势力太大 最后啊 刘太后给宋仁宗选了一位郭氏当皇后 因为是强牛的瓜嘛 仁宗对郭皇后始终不是很喜欢 但是呢 这位郭皇后却仗着刘太后给她撑腰 非常娇横 话说回来 这桩婚姻对于仁宗来说 那可真是不幸 这意味着管束她的女性原来是一个 现在呢 变成了两个 可以说啊 小皇帝仁宗从继位开始就没有真正掌权 处处受制于刘太后 家事刘太后管 国事呢 刘太后也要操心 在这呢 我们看一下前面讲狸猫换太子的时候 提到的第二点信息 仁宗小皇帝需要有别人帮忙打理朝政 不过需要请你注意 国家政务的打理人 名义是刘太后 但实际上呢 其实是官僚士大夫 在这个过程中 官僚掌握了很多实际的权利 刘太后很强势 对于听证这件事呢 也很认真 每隔五天就坐垫听证一次 但日常政务呢 却是由宰相主持 这是因为宋代的国家系统 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政务处理流程 国家最高统治者 比如现在的刘太后 她虽然掌握着最高权力 但一般政务的处理呢 都有规章制度可以遵循 刘太后只需要表达同意或者反对就好 如果面临一些重大事项 刘太后更是不能前纲独断 需要与宰相等大臣协商 共同决议 甚至有的时候 大臣觉得太后皇上做的不对了 也会立刻提出批评 一次刘太后大受 宋仁宗就打算领着文武百官给刘太后贺寿 范仲淹出场了 他立刻上书 天子确实应该尊敬长辈 但是天子不应该以臣子的礼仪去朝拜太后 你看儿子拜母亲的家婶 大臣也要表达一件 后来皇帝成年了 范仲淹又提出建议 催着刘太后归正 也就是说要刘太后交出统治权 刘太后的权力欲可是很强的 范仲淹这么做 他当然很生气 但是呢 刘太后也不敢怎么样 只能把范仲淹的奏板给扣下来 范仲淹一看 我给你提意见 你不理我 于是范仲淹说 既然您不纳见 那我不在京城待着了 我要去外地当官 于是啊 跑去河中府 也就是今天山西南部的永济做官去了 你看 由于皇帝年龄小 代表皇权的太后代为掌握大权 但是由于他的性别原因 太后不能像皇帝本人一样 亲自过问所有的事情 这就导致一部分权力转移到了官僚手里 事实上呢 造成了皇权的下降 说完了别人帮仁宗小皇帝打理国政的事情 我们再说第三点 刘太后长期听政 刘太后听政十一年 培养起很多的官僚班底 这些人即使在太后去世仍然留在朝中 一定程度上束缚住了仁宗的手脚 刘太后的水平其实非常高 人们经常把他和汉代的吕后 以及唐代的武则天并称 而且呢 他的名声好像还要比武则天和吕后更好一些 史书这样评价他 由吕武之才 无吕武之恶 在刘太后听政期间 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 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胶子 纸币是一种信用媒介 纸币的发明使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当然 更重要的是 刘太后听政期间 提拔起一大批出色的官员 比如 吕仪简 他担任宰相长达二十年 是宋朝开国以来任职最久的宰相 贯穿了仁宗皇帝在位的前半段 宋史这样记载 刘太后听政期间 内外肃然 济刚俱举 负责给皇帝和白官提一件的人 都能坦然的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种比较高的智力水平 不仅给宋仁宗留下了强大的政治影响 也让宋仁宗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依赖心理 总的来说 由于宋仁宗早年经历 以及刘太后的长期听政 导致宋仰成了懦弱犹疑的性格 官僚士大夫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了更多的权力 君臣权力向大臣一方偏移 君臣共治 我们刚才只说了皇帝那一边 我们再看官僚士大夫这一边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大臣的权力在不断的下降 宋朝的时候 宰相的权力也被进一步的分割 那宋仁宗时期的士大夫 怎么能与皇帝实现共治呢 要想实现共治 首先呢 就要让仁宗对共治这种治理模式产生认同 士大夫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从小就给仁宗皇帝上儒家文化课 这个儒家文化课有个专门的名字叫经研 四书五经的经 研习的研 给皇帝上文化课的制度 其实汉唐时期就有 但是呢 都是临时性的安排 到了宋代呢 它变成一种制度 特别是因为仁宗继位的时候 年龄很小 国家事务都是由太后和官僚操持 仁宗的主业呢 就是学习 俗话说啊 少年正式读书时 仁宗的课业负担呢 非常重 双日欲经严 休亦不废 不管是什么日子 他都得雷打不动的学习 给皇帝上课 我们会想 大臣们是不是得跪在地上 战战兢兢的哄着小皇帝呢 真不是这样 给仁宗上课的都是大学士 他们是那个时代文化水平最高的学者 比如有一位汉林氏学士叫孙氏 他给仁宗上课的时候非常严肃 仁宗年龄小 上课呢 经常走神 左顾右盼 孙氏发信后 就会立刻停下来 拱手站在那儿 等到仁宗回过神来 再继续讲 特别是 每当讲到昏居亡国的段落 孙氏呢 还要进行产发 反复的规劝小皇上 一定要引以为鉴 仁宗不一定能听得懂啊 而且啊 听多了也烦 但是一旦他表现得不耐烦 孙氏呢 就会再一次一言不发的站在那儿 多年下来 可把小皇帝给整怕了 这种经验制度 会产生两种效果 首先 长期的师生授课 会是皇帝和士大夫之间 不是那种简单的君臣关系 更不是明清时期的主仆关系 而是一种传道与被传道的关系 在宋代的士大夫看来 经验讲官身份非常特殊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臣子 而是道的化身 有这样一句话 在朝廷则尊君 在经验则尊道 这就导致日后在朝堂 仁宗对大臣也得保持克制和尊重 那第二个效果呢 是仁宗皇帝从小耳濡目染 会逐渐接受士大夫提出的 那一套治理观念 比如虚心大贱 尊师重道 节俭勤勉等等 无形中呢 其实给仁宗增加了很多束缚 比如 仁宗从小就喜欢吃一种鱼 叫曹淮白鱼 这是淮南的特产 淮南距离开封呢 也并不算很远 而且啊 仁宗在位已经多年 吃点喜欢的东西 下到圣旨就完事了 但是按照儒家规范 皇帝不能为了饱口福 而随便下领进贡 但是仁宗很想吃啊 怎么办呢 一次再向吕仪简的夫人 去皇宫看望皇后 皇后跟吕夫人说 皇上想吃曹淮白鱼 但是按照规矩 皇帝不得取食味鱼四方 吃不到怎么办呢 吕夫人回家后 就准备了食箱曹淮白鱼 打算送到宫去 结果被宰相吕仪简给拦下来 说给两箱就行了 你看 宋人宗连吃个喜欢的东西 都得偷偷摸摸 我们刚才说的经言 还只是朝堂以外的文化熏陶 在宋代呢 君臣共治 还涉及到一个特殊的制度 台剑制度 也就是一套纪律检查体系 台剑分为御史台和剑院 两个部分 御史台的官员 称为台官 负责监察百官 避免贪污受贿 循私舞弊等等 剑院的官员 统称剑官 这个系统的官员 主要负责给皇帝和国家政府提一件 这种台剑制度 并不是宋朝的首创 秦代就有剑大夫 而最有名的剑官 还是唐代的魏征 我们经常说他 不为皇权敢于敬言 其实啊 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 因为魏征的官职名称叫建议大夫 就是专门负责建言平议工作的 但是宋朝的台剑制度和之前不太一样 之前的台剑系统呢 从属于宰相 也就是说 监察系统是行政系统的一部分 但是在宋代 台剑系统和政府是平行的 人事任免 不受宰相干预 所以啊 宋代的台剑官员提起意见 那可真是无所顾忌 以肯定还记得前面说过一件事 刘太后不顾宋仁宗反对 给他选了郭氏当皇后 这位郭皇后仗着太后撑腰非常霸道 后来刘太后去世了 宋仁宗可算是熬出了头 于是啊 他就宠幸了两位美人 结果呢 这位郭皇后还是非常骄横 甚至有一次冲进去 就要打这两位宫女 她原本是冲着宋仁宗的新欢出手的 结果呢 一巴掌就打在了宋仁宗的脖子上 因为用力太大 皇帝的脖子上留下了纸痕 仁宗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决心借这个机会 废掉郭皇后 这个时候台剑官出来集体抗议了 这倒不是说 这些人是郭皇后的支持者 而是他们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 还是拿大家的老熟人范仲淹举例 他当时的职务是幼司剑 就是负责给皇帝提意见 樊仲淹领着一帮剑官 浩浩荡荡的冲到了宰相吕衣剑身边问他 为什么你不制止皇帝废后 接着呢 就批评皇帝 你看看之前废掉皇后的那些皇帝 哪个不是昏君 您就不能学学姚顺吗 这样的事情传出去 百姓怎么说 这样的风气开了 子孙怎么看 再说 这门清事是您的母亲刘太后结的 我们宋朝崇尚孝道 母亲死后就毁掉清事 这不是在忤逆母命吗 您继位以来一直都从善如流 听从剑官的劝告 怎么这次就一一孤行呢 任宗被人这样批评非常生气 但是范老师说的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任宗呢 就干脆躲起来不见他们 但是这些剑官们特别执着 来来回回很多次 不仅上述 还在大典前大搞机会 任宗一怒之下 就把范仲淹那几个带头闹事的官员逐出朝廷 结果引发了剑官们更激烈的抨击 那这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皇帝和剑官各退一步 既然皇后确实打了皇帝 对皇帝不敬 有失皇后之德 那就废掉他的皇后身份 但是要给他一个比较体面的结局 让他出嫁 不过皇帝这边也不是说就没事了 皇帝不应该沉面于女色 为了江山设计 任宗喜欢的女人也得离他而去 要知道任宗才二十多岁 好不容易摆脱了刘太后十多年的束缚 现在又遇到这么一帮剑官 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也办不到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有疑惑 为什么大臣们看起来总是那么耿直 甚至还有点凶悍呢 这是因为他们手里有一件大杀器 祖宗之法 既然叫祖宗之法 那还得追溯到宋朝的开国君主太祖赵匡应 赵匡应出身军阀 后来呢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 对于家族而言 赵家成为了皇室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呢 长期军阀割据混乱的局面逐渐走向了尾声 所以啊 为了防止文武重臣勾结篡权 防止人事军政财政大权旁落 祖宗之法 应运而生 要说祖宗之法的内容是什么 这可不像很多影视剧里说的 太祖太宗把几项要求刻在石碑或者大顶上 其实祖宗之法并没有什么成文的内容 都是一些不断被重申的规范 比如限制外戚宦官的权利 不杀害发表反对意见的官僚 还有后宫皇族要和谐节俭 提倡忠义气节等等 根本目的呢 就是为了维持王朝统治的稳定 避免出现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期 国家大权旁落 社会割据动荡的局面 那你会说 这祖宗之法摆明了 就是为了维护皇家权利 它怎么能帮助官僚士大夫和宋人宗 达成共治的局面呢 其实我们从宋朝士大夫的角度来看 他们才是推动祖宗之法的关键力量 著名宋史专家 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 在祖宗之法这本书里提出 祖宗之法的内涵不断丰富 是宋朝历史上长期汇聚而成的 这项工作是由宋代士大夫群体 产发认定 宋朝特别重视祖宗之法 每当有皇帝登基 士大夫都要强调 前进人皇帝哪里哪里好 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 新皇帝呢 应该严格遵守 比如宋真宗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太好 没有办法正常听证 一位负责礼仪事务的官员就提见一样 皇上您十多年来 大事小事都亲自过问 太劳累了 以后啊 除非有祭祀大典起兵出征的大事 其他所事呢 就交给我们 不用您操心了 到宋仁宗的时候 父亲真宗的做法 就会成为祖宗之法的一部分 仁宗也被要求 要像父亲一样 有轻有重 抓大放小 祖宗之法 除了包含赵家仙人的典故和言行 慢慢的士大夫 把很多的儒家经典内容 也纳入进去 比如 儒家经典 把姚舜宇奉为君王的典范 按照儒家主张 舜宇这样的天子呢 其实只是天下的主权者 辅佐他们的人 才是天下的新政长官 换句话说呢 天子并不总览政务 他们的很多工作 是务虚的 象征性的 比如 在天下大汉时 求雨 在发生灾疫的时候 下醉几兆 元宵节 登楼赏登 与民同乐 春天的时候呢 参加一个清耕仪式 来号召农民好好种地 仁宗很好地接受 并且践行了这一点 一年 开封下了大雨 京城里很多民房都垮塌了 压死几百个人 仁宗就惊慌地问 是不是我的德行不够呢 大臣说 都是臣子的罪过 但是仁宗没有同意 仍然要把罪责 揽到自己身上 你看 祖宗之法 原本只是皇帝 为了强调自己的统治 合法性创造出来的 但完善的过程 是士大夫群体参与的 他们会在筛选皇帝 良好言行规范的同时 融入儒家的治理理想 到北宋中期 与士大夫治天下 已经成为 君臣双方的共识 那这样的君臣共治时代 会对当时以及后世 产生什么影响呢 最后 我们来整体看一下 仁宗的共治时代 获得了什么样的历史评价 先看宋仁宗个人 宋仁宗处处被限制 这不能干 那也不能干 当时的人们就说 仁宗皇帝 百事不会 只会做官家 官家 是宋仁对皇帝的口头称呼 百事不会 这听起来好像是在吐槽 宋仁宗啥事都不会干 但请你注意后一句 只会做官家 这其实是在说 宋仁宗很懂得 为君之道 谦逊克制不逞强 不与臣下争执 任用宰相总理朝政 支持台奸官员明辩是非 遵守儒家规范 与先人做法 在他死后呢 他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 宋仁宗的真名叫赵真 仁宗呢 其实是他的妙号 妙号就是皇帝去世后 被子孙供奉的时候 享受的荣誉 我们看仁宗的人这个字 这个字在儒家评价体系里 那个是最高标准 而宋仁宗赵真 他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享有人 这个妙号的皇帝 再看看邻国 对宋仁宗的评价 宋仁宗去世后 复告送到了辽国 辽国皇帝辽道宗 抓着宋朝使者的手 痛哭着说 仁宗给宋辽两国带来了安宁 42年没有发生战事 我如果生在大宋 只配给宋仁宗 做个直鞭驾彻的马前卒 到了清代 就连一向非常自大的 乾隆皇帝也说 他只佩服三个人 爷爷康熙 开创贞观之志的李世民 还有就是宋仁宗 乾隆把宋仁宗和康熙李世民放在一起 可以看得出宋仁宗的不同寻常 说完宋仁宗的个人历史评价 我们再看他对当时社会 以及后世社会的影响 当我们去问知识分子 你最喜欢回到哪个时代 大概率的答案都是宋朝 原因呢 就是宋朝环境对士大夫友好 尤其是在宋仁宗时期 涌现了那么多的文人 留下很多我们至今还在背诵的名片 我们还能看到 仁宗影响了整个宋朝的政治 从此以后呢 宋朝再没有出现过一位 性格强势 还能收获好名声的皇帝 这是因为仁宗的故事 也被纳入到祖宗之法的体系里 成为后世皇帝评价的标准 打个比方啊 如果你把当皇帝 看作打高尔夫球 宋仁宗就是那个标准干 北宋忠后期的神宗和徽宗 经常直接参与政务 违背了仁宗时代强化的祖宗之法 这俩皇帝 不仅受到朝臣的抗议和抵制 还沦为宋朝人历史叙述中的负面典型 那后人口中 仁宗的完美形象是真实的吗 可能并不是 但由于仁宗幼年继位 士大夫在事实上 掌握了更多的国家权力 他们就把仁宗时期特殊的 君臣共治的情况理想化 变成了后来历任君主 都要遵循的祖宗之法 当然了 宋朝士大夫推崇的垂拱而至 也绝不是皇帝庸禄无为 而是说 君主掌握着最高的权威 与最终的仲裁权 但地位超然 不直接处置政务 具体的事情呢 就应该交给 零选出来的 可以问责的政府系统负责 问责监察的权力 由平行于政府的台舰机构掌握 这样的话呢 宋朝君主就可以做到 儒家理想中的垂拱而至 这本书的作者吴沟老师 还提出这样一个设想 由于宋朝的改朝换代 祖宗之法中断了 晚兴时期 一些立宪派 一直想要说服清廷 实行君主立宪 但最终失败 如果清朝换成宋朝 君主立宪的转型 也许就水到渠成了 到这儿呢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介绍完了